六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六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保加利亞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很久沒有看到兩家經典的馬國來做個對打了 尤其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是最初的文明 我們先來介紹法蘭克人現在的能力 法蘭克人能力是吃果子非常快速 而且有這個奇兵單位20%的血量加成 但是它沒有品種 這個細節方面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然在封建時代人家有點品種的話 你的刺猴的血量是打不贏對方的 那這個血量加成的一樣到封建時代才有的 封建時代是沒有的 這也是需要注意的一個細節 那法蘭克人後期能打的東西其實不多 攻兵線偏弱 沒有這個強弩 也沒有三級射 也沒有三級的攻兵護甲 即使打戰毛兵也是很容易打輸的 那我覺得法蘭克人後期要多打這個 止輔兵阿 或者是火槍兵 還有火胖 然後再配一些吉兵遊俠 是他的後期的最佳組合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寶加利亞人 那寶加利亞人最大的文明特色呢 是由他有特殊建築物銀淚 那銀淚這個東西呢 是城堡一半半價 但是攻擊力跟城堡差不多 血量也是城堡一半 那用於控圖跟進攻來說 或防守都是非常好用的 那寶加利亞人本身是沒有任何經濟加成的 好法蘭克還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但寶加利亞是什麼都沒有 最可憐的那種 所以他呢有一個福利 就是他的兵工廠的科技 是半價的 好這個食物消耗是半價的 那工程器製造所的科技也是 所以這個大衝車呢 也只要560 就可以升級最強的大衝車 造價是非常便宜的 那我覺得寶加利亞人 還是要多利用這個半價的優勢 多多去打一些強軍士啊之類的 逼對手也跟你去打強軍士 被迫點下一擊射一擊防擊攻 你就可以賺到一些經濟上的優勢 那打強軍士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願強軍士成本很低 通常都可以很早上到這個一攻一防 那你很容易喔 就可以去換到對方的村民喔 但是由於沒有經濟加成關係喔 中期跟對方弄的時候 要盡可能的喔 不要純喔 一定要邊打邊出兵喔 所以寶加利亞算是一個偏近 偏難的一個文明喔 並不太建議新手去玩喔 那如果你要玩也是沒有關係啊 但就是你要去注意喔 自己的經濟一定要控好 因為你玩法蘭克人 可能還不太需要這麼的在意 但是玩寶加利亞的話 就只能要很注意這些細節了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地圖 那地圖方面 寶加利亞的黃金偏左側 果子也是偏外側 那雖然有三片木區喔 但木區的距離都有點稍微有點距離 圍起來也是相當大 那我覺得這個格 這個分數是連幾格都沒有 至少是40分吧 4、50分之類的 有點偏爛啦 那因為金黃在後方還算可以接受 還有一塊在這裡 那有一塊在偏左側的位置喔 那時候也是 所以我覺得並沒有到非常好 但至少沒有在前方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法蘭克人 那法蘭克人的話 金黃在裡面果子在後面 哇靠 這個基本上是偏天圖了 他這邊只要稍微小小防守 這裡圍一下圍一下 然後呢 右邊這邊呢 再稍微圍一下 基本上就圍完了 小圍就這樣子 那這個至少幾個分喔 六七手 甚至八十分的分數喔 呃這個分數是一人而一啦 但對我自己認為喔 這個只要能小圍 可以輕鬆守住的圖 就是個好圖喔 所以至少有七八十分喔 好 那法蘭克人這邊 地圖優勢非常的好 前期可以輕鬆圍 然後 上蓋上馬舅 但是對方是打一個 裝甲步兵升級 欸 寶加利亞這邊 是有點優勢的 因為他這個 寶加利亞人 的裝甲步兵 是免費升級的喔 所以他這邊打棒棒喔 直接變成裝甲步兵 連三級的時間資源都不用 直接裝甲步兵A了上來 好 那裝甲步兵這個單位呢 是在封軍時代初期很難解的喔 因為初期的時候 工兵時間很難出的來喔 你就算要出的話 也大概快要到 十一分鐘之後的事情喔 好 那這邊還是要補一下採礦地 然後待會要出個射箭場 那法蘭克這邊是 打到這個 這個馬舟戰術的關係 所以前方喔 有這個幾隻的尺寶在騷擾 但寶加利亞人這邊 早就看到馬舟 所以已經把他已經為死了 那待會喔 這個果子去喔 只要放一些常常兵駐守 基本上村民不太會被騷擾到 好 那法蘭克這邊很標準的 按下了射箭場之後 按出了弓兵 前期的打法要兩邊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那目前看起來 寶加利亞人的這個優勢呢 沒有完全展現出來喔 一攻防還沒有點 兵攻場趕快補相 那這邊是先補了一個馬舟 那我覺得寶加利亞在前期 打風俠步兵 有個細節可以打 可以優先去點下一攻喔 這個鍛造技術 因為你點下鍛造技術之後 不管後面你要出這個刺猴啊 或是長槍兵中央步兵 都可以吃到這個一攻的傷害喔 而且只要75肉 我覺得是相當划算的 尤其是在這個時間點喔 你的中央步兵 還沒有被換掉的情況下 可以繼續輸出的時候 去點一攻 是更賺的 果然馬上點下 看來這位玩家 這個也是很知名的頂尖高手 他會逆塔迷走 卡斯塔嗎 應該是吧 他也是確實點下一攻 反核人等下 射程1 1 這邊直接上來硬砍 開始了一隻攻兵 兩隻可以收掉 沒問題 裝甲步兵直接回頭想來幫忙 但這面完全打贏喔 那目前你們看到這個長槍兵喔 跟刺猴都有這異攻 傷害非常高 長槍兵也有4點傷害喔 裝甲步兵則是會有7點喔 比這個刺猴還要高 比刺猴都高了一點傷害 你看那法蘭克人這樣也看到對方點一攻的關係喔 所以自己也點下一攻 那這樣子保加利亞就有賺到了喔 你讓他只要跟著你打一攻一防喔 那非常賺 這個對保加利亞來說是一個不虧的交換 好 那收牙兩邊都沒有死村喔 但目前為止喔 還是有法蘭克人喔 這邊是有經濟優勢的喔 欸但是這邊有點下一防 那就不好說了喔 那保加利亞現在已經把所有的兵歸回家裡點下城堡十袋了 那待會他這邊會上城堡十袋偏望喔 經濟就會被拉開囉 這個就是為什麼前期一攻一防盡量不要去點喔 你一點的話 點城堡十袋會更久 那如果你是對手的話 這邊就可以先把所有兵放回家裡喔 用提機防守 然後把家裡維持生城堡十袋 然後出一點戰毛兵 出一點毛兵防守就可以了 那由於保加利亞人這邊是沒有下射箭場的關係 所以待會打這些工兵會比較難受一點喔 一定要補一下品種跟異防 已經玩異防了 OK 才有可能正面打得贏喔 那由於法蘭克人沒有品種關係 血量就54滴血 這邊品種一點完的話 保加利亞是有可能可以反打回去的 這邊好像是沒空好是不是 怎麼突然打了起來 好像怪怪的喔 城堡十袋還沒好就想要上去硬砍個一波 第一時間工兵把長槍兵射掉了一隻 兩隻長槍兵全部倒地 保加利亞人這時候品種才剛好 但也不管了 這邊裝甲步兵也是持續上去輸出 裝甲步兵其實打了非常多的傷害 哇我們看到這邊赤猴繼續追逐 要把這邊的工兵全部吃完了 很有機會 裝甲步兵也是緊追在後 哇 保加利亞人這波打得十分漂亮喔 好 那這邊大獲全獸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殺的一次喔 裝甲步兵殺了三個單位 而且這個裝甲步兵到了城堡時代 還直接變成長劍兵啦 哇 相當好用 好 那赤猴這邊繼續稍微繞一下 拖一下時間 這邊拿一隻手去追就好了 而且拿那個半血去追喔 OK 隨便拿一隻也可以啦 會完的話就是拿個半血去追就好 因為殘血的去前線很容易送掉 好 這邊就進來 讓巨房收村 哇 保加利亞這裡不應該收村的喔 但 沒有關係啦 為了 射他的話 還是 收一下吧 因為收村的話 村民是不會採集任何資源的 易收村是會傷到經濟的 如果是Viper他們的話 就不太想要收村了 反正你後面那隻石頭吃到會追到的 好 那保加利亞人這邊點下了 輕奇兵還有二級木 那到了城堡時代這段時間 是法蘭克人的一個精華時期 怎麼會這樣講呢 是因為法蘭克人城堡時代的騎士 一開始就有品種的優勢喔 雖然現在保加利亞底也點一下 所以這個優勢基本上有跟沒有一樣 那如果是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覺得法蘭克人可以直接點這個 長槍兵 升長槍兵 重裝長槍兵來升上去就好 不用一直想著玩這個法蘭克人 一定要打騎士這件事情 因為法蘭克人後期的吉兵 也是很好登場的 不管你是要打這個 遊俠 還是要打磁土兵 出吉兵 基本上這個升級投資不會太虧 甚至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投資喔 因為後期的遊俠 配吉兵 是法蘭克人很強的一個搭配喔 遊俠槍兵 加上火槍兵 這三個單位喔 打起來是非常有威力的 這邊想要再繼續維持 唉唷這邊手速很快速喔 這時候有沒有直接想要打破這個房屋 跟木牆 直接選擇撤退 那保加利亞人這邊繼續強攻雙TC 邊打邊農 這個打法我相當喜歡喔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 這個盡量喔 玩強軍事的文明喔 不要只打存農的 簡單用出點兵喔 給對方壓力喔 讓對方也跟著出點兵喔 讓他沒辦法雙種喔 你才不會被拉開這個經濟優勢喔 那法蘭克人一到城堡時代 直接免費二農喔 讓他經濟非常的好 那保加利亞人這邊也是點下的 二農二木喔 而且是二TC 這個穩定度非常好 還可以出點兵去騷擾對手 那保加利亞人待會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要不要去點下二防 這個二防我覺得沒那麼必要性喔 但如果對方法蘭克人一直打工兵 甚至升到奴兵的話 這個二防就要找個機會點下比較好 哇靠這個 這個法蘭克人打得也太兇了吧 4TC農 這個不會被懲罰 那我覺得如果我是保加獵龍 看到對方4TC的話 我會馬上去挖石頭 對他馬上去挖石頭了 挖石頭的用意呢 就是要說到我們開頭講的這個銀壘 半架石頭就有如同城堡的傷害 插一根在這裡喔 直接吃你一個TC 然後再繼續插下來 這個連環營了 直接插到兩個TC 還可以控你石頭 對不對 然後還可以控到一些農田 再可能一點 再繼續插進來 再剩你一個TC 這個打法喔 對保加利亞的人 是非常兇狠的 那如果這個打法要成立的話 那保加利亞人現在出兵 可能要轉變一下 不能只單純出騎兵單位了 所以40點出點攻城系喔 奴炮投實測喔 甚至出點馬攻喔 都是有可以的 為什麼是馬攻呢 因為保加利亞馬攻其實是滿的喔 只有防禦沒有滿 但是他中央的攻擊喔 都有滿 所以保加利亞馬攻路線也是不弱的 好 結果他打的是頭側跟奴炮路線 好 那這個路線對保加利亞人來說 並沒有到非常好 很好的原因是因為法蘭克人 可以點這個救贖思想 很好的就反制回去了 但你要看對手要不要投資這個科技 就是了 而且打奴炮跟投車的話 這個一個缺點就適合了 我們被對方投車給壓回去了 對法蘭克人馬上出投車了 好 兩邊都知道相克因果 反應都非常及死喔 不用我講解 他們就已經先做這個預判了 好 好 這邊奴炮串燒一下 串一下串一下 這邊要再繼續招翔嗎 先招騎士 沒錯 好 馬上先招了一下長生命之後 馬上招騎士 騎士順便被招走 這邊利用騎士 招來著直接砍掉投石車 這邊 保加利亞人打得非常漂亮 生物這邊也慢慢撿了回來 哇 這邊撿了三生物啊 哇 有點多了喔 好 這個看起來保加利亞人經驗還是非常老道的 好 這邊法蘭克人稍微補下血量 最近我的嘴巴有點破洞 所以 那個播報比賽 可能會有點 斷斷續續 或是有點 不太舒服的感覺 好 這都是正常現象 請大家播多包涵 這個嘴巴真的是不太舒服 太上火了 這邊看太多熱血的影片 都覺得 哇 這個我一定要播 哇 這場太精彩了 一定要來記錄一下 播給比賽給大家看 那就可能就這樣上火了 說不定 哇 這個砸一發差一點 這個法蘭克人 空投石也是空得十分不錯的 好 你看這個刺頭在外面做整場 看我們騎士可以招 利用這個清奇兵在後方 盡可能把自己的視野給打開 好 這邊想要直接蓋一棟城堡 法蘭克城堡也是相當便宜 我們來這邊看一下投車再砸個一發 哎呀 頭破血流啊 好 法蘭克人這邊拉的村民很多 但銀雷造起來很快 而且這邊射程沒有點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射到後方村民 那兩台奴炮加上在投車 這邊投車一出來直接砸掉了 保加利亞投車 看到保加利亞投車也是想要迅速反擊 但是也沒有砸到 這邊回頭再砸一下 還好高地沒有爆掉 這邊還可以再回頭再砸一發 有機會換掉沒有 法蘭克人這邊持投車 一換二大獲全勝 好 保加利亞人這裡馬上按下了一個 保加利亞奇兵 直接出來想要砍掉 哇 砍好了 但是法蘭克的城堡也建起來 我們來看看銀雷跟城堡的差距 銀雷攻擊是十攻 城堡是十一攻 基本上差了一 那射程來說的話也是差了一 射程是八加一 則是七加的 因為人家法蘭克有點一射程 所以射程基本都是差一了 但招架來說的話也是差不多 銀雷的話是 血量是2600滴血 什麼是4800 大概快差了快一半 但也沒有到一半 保加利亞的銀雷也是多了一點點 那我覺得現在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保加利亞人現在要先轉龍一下 比較好 然後趕快點帝王十代 點完帝王十代 這邊再插一根城堡 來防守一下 就差不多 可能蓋這個位置會好一點 對 剛講我就蓋 好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的原因是因為 他通常法蘭克這樣打 通常說帝王十代會稍微落後一點點 那保加利亞人這邊自願有道的話 盡可能不要再暴兵 因為這邊越暴兵越長 趕快出巨頭去拆對方的城堡 是比較好的 那待會保加利亞上帝王十代 他的選擇有兩種 一個是直接出雙頭劍兵 直接打這個血液步兵 那保加利亞雖然可以免費升級劍兵系 但沒有這個劍兵勇士 所以待會還是要去嘗試 去點下這個血液科技 去跟對方硬打 因為他現在法蘭克這個配兵賭場 你用這個雙手劍兵打勢很好解掉的 那省下來的黃金呢 可以考慮出點馬弓啊 或者是出點工程器衝撤 或者是出這個保加利亞騎兵 再來就是出這個馬凳科技 趕快把這個馬凳點下去之後 騎兵攻擊速度會增加33% 這個是連肉馬都有的 所以最好是趕快去點下之後呢 然後用這些神效的黃金 去跟對方互打 盡可能把自己的文明優勢 打到零零技術喔 不要去打單純的這個騎士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人家幾命多 所以打騎士可能會不太划算 那保加利亞這邊點下軟甲 步兵科技一直在升上去 看來意圖蠻明顯的 狂鈣軍營 等一下我們看到地獄3E 這邊的劍兵就會馬上變身了 盤克人這邊二級絕技點下 盤克現在轉成指輔兵打法 指輔兵打法一個缺點 就是很怕對方的火槍喔 但還好保加利亞我記得他是沒有火槍的吧 他應該沒有火槍吧 他有火槍好像會有點太強 看看偷看一下攻略 阿對他沒有火槍 呵呵呵 好 有時候這個文明喔 誰有火槍誰有沒有火炮 是很容易記錯的 這個就是連MIPER都會記錯的事情 雖然我是很努力去記啦 但還是有時候會猶豫一下 畢竟有些文明不太常出現 好 那保渣利亞人這邊點下了護衛技術跟三級攻 欸這邊怎麼取消啦 這邊取消三級攻是想要爆更多的 劍兵有事嗎 還是他的 欸他怎麼取消三攻啦 好奇怪喔 欸又點下三攻了 欸怪怪的怪怪的 他剛剛是不是被我先取消掉了 守閥暗道 有沒有可能 還是他似乎要先補巨型頭死機的關係 想要把這個黃金拖回去 先點巨頭 好相似喔 這個細節細節 那他這邊打得很好 剛剛黃金確實是補夠了 然後把這個三攻退掉去點巨頭 想要讓巨頭的數量心有優勢喔 好 華達利亞雙手劍兵果然打得出來 這個打法非常強勢 這個時間點一出來 這個雙手劍兵是有六防遠防的 所以城堡撕下去並不會非常痛 但是城堡的傷害是很高 有十一攻 所以這射到的話還是有一些傷害的 並不是完全沒有傷害 但是對打對方的 重裝長槍兵跟騎士 騎士綽綽有餘啦 那法蘭克的重裝騎士血量是會 144滴血喔 大概多了4滴血 好這邊穿過劍兵直接無腦開A 華達利亞人這邊點一下 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好那這邊沒有肉了 沒有肉 是全部投資為升級重裝長槍 看到這麼多騎士喔 其實寶加利亞人也是會有點害怕 要不要直接直升級兵吧 直升級兵也是不錯的 但是如果要點血液的話 這個級兵的話就吃不到血液的功能了 血液就是可以增加雙手劍兵的禁防加武 那我覺得他現在可以打個混搭策略喔 直接出個長槍兵配雙手劍兵喔 也是很好打現在法蘭克組成的 並不會太長 這邊是想要先抓到後方的火炮 但是後方的遊俠 喔是遊俠 重裝長槍兵一直在追擊喔 所以導致後面火炮只砍到了幾刀 能砍掉一台就很神了 哇還是砍掉一台了 好但是現在寶加利亞四台巨頭繼續輸出 這面的法蘭克騎士想要直接上來 目前寶加利亞人疾病沒有點下 這邊招想沒有招好 重裝騎士直接上來硬A 城堡還沒有來得及蓋完 可能就要被打掉了嗎 還有八十幾% 這邊蓋得非常極限 後面重裝長槍兵戳掉非常多重裝騎士 但是這位重裝騎士雖然全部殉職 但是打到了四台巨型投石機喔 反安克人這邊的一個反撲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寶加利亞這位城堡也是建得很好 這根城堡一建起來 反安克人這邊的巨型投石機就要先撤退 火炮呢也是不能靠得太近喔 可能會吃到這個射程範圍 好 寶加利亞人這邊選擇要打重裝騎士配上馬凱 好 這邊直接無視右邊城堡 因為沒有巨型投石機現在攻城可能會有點緩慢 這邊是想要直接攻打他的經濟處 攻城的目的就是要 洩除對方的防禦 然後對對方的經濟造成傷害 那目前他已經打成一半了 就打算來直接攻擊他的經濟 沒有打算要跟他打中間的這兩棟城堡 這兩棟城堡可能要打一段時間了 好 寶加利亞人這邊有兩支火槍 這是什麼畫面 好 這應該是招到的火槍喔 應該不是他自己按的吧 好 對 這兩火槍在對方家裡了 招出來的 好 老頭直接被火槍兵射死 目前寶加利亞人看到對方出火槍 自己出這麼多的雙手劍兵跟重裝長槍兵 就會有點危險 那這邊要打火槍最好的方法就是出肉吧 或是騎士喔 寶加利亞騎兵都可以 好 寶加利亞騎兵 好 寶加利亞應該很快就被火槍給解掉了 火槍的數量越來越多 那我覺得法蘭克人的指輔兵的定位就顯得很尷尬 就是你上地龍時代之後 你指輔兵也不會太粗了 那你就不會去想要去點這個精銳 指輔兵了 而是去點火槍兵了 但指輔兵在某些情況也是蠻好用的 但絕對不是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確實輸火槍比較好 好 法蘭克人這邊沒有按擊兵的升級嗎 我覺得法蘭克人這邊用擊兵當肉盾 然後配點火槍對他來說是比較好的 但他這邊是有點故技 寶加利亞可能會再繼續出雙手劍兵 所以沒有去按擊兵的感覺 因為他這邊急需一個肉盾來用 但出肉馬的話很容易會被對方的長兵或是雙劍兵給砍爆 所以法蘭克的肉馬也不太強 所以我不太建議法蘭克人出肉馬去跟對方打 出擊兵的話反而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可以防對方的馬爆之外 還可以當個肉盾和對方互打 所以擊兵上的選擇會比較好一些 那這邊火槍直接對射 結果你看寶加利亞這邊火 受裝其實直接上來硬砍 以為法蘭克這裡也沒有任何的擊兵 這樣一坎巨型的時機還是要倒掉一些 但這邊有兩隻村民三隻村民硬修 可能會修得回來 這裡差兩刀 我截掉了 兩台巨頭最終還是倒地了 但是火槍畢竟這邊獲得到了非常多的輸出時間 火槍射爽爽 兩巨頭再次射個兩發 應該就可以收到這個城堡了 再來兩發 韓恩克人這邊應轉了一些中央騎士出來 想要來硬解巨頭 但沒有機會 這邊手速圍得很快 哇 四個十強直接圍死 城堡直接倒掉 後面銀淚繼續輸出 法蘭烈人繼續蓋動一下城堡 這個城堡建好之後 火槍邊會有點危險 這根巨型頭司機沒有被火槍給收掉 這個用村民直接修了回來 法蘭烈人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該手都有守住 而且族城的反應也是非常快 這邊繼續族城 想要出巨頭司機 法蘭烈人這邊轉出了肉馬 法蘭烈人是有大肉馬可以升級的 但現在黃金不夠多的關係 而且還是需要先出這個巨頭司機 所以一定要先把這個黃金留給科技用 好 這些肉馬直接在裡面塗了起來 但是重裝騎士很快就可以防鎖住了 好 正面巨頭司機繼續往前推 保加利亞的疾病繼續往前走 但法蘭烈人居然是打肉馬 哎呀這個就是我剛剛說不能打的兵種啊 法蘭烈人的輕騎兵 真的是個笑話 雖然有三攻三防 但血量是比對方的肉馬還要廢的 沒有大肉馬就算了 這個輕騎兵的血量還比對方還要少 結果這邊的充運總被火箱給處決了 城堡也掉了 也沒有修 這個保加利亞可能在空別的地方 專心攻擊左邊的地方 雖然左邊城堡拆掉了 但自己的後方城堡也沒了 但還行喔 後方有很多疾病 跑過來守護一下這個巨型偷吃機 這裡有更多的肉馬 直接要來砍法蘭克的農民 哇這邊抓得還不錯 抓到了一些 這邊疾病也是喔 戳掉了一些法蘭克的村民 這裡馬上飆來了很多肉馬 想要過來偷吃 偷撿一下村民 也點一下大肉馬的升級 好正面目前看起來會有點尷尬 那法蘭克人的輕騎兵血量只有72滴血喔 正常來說應該是有80滴吧 那他只有72還少8滴 真的是偏難用 好那法蘭克人這邊很長 三攻三防還沒有點 如果你要打騎兵的話 至少三攻三防也點一下吧 擋個半套的 怪怪的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拳套啦 拳套比較有感 好那馬丹這邊直接補下銀罐 馬丹補下之後 保加利亞騎兵還有肉馬 都有這個33%的攻速加成 這攻速加成跟日本武士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是日本是步兵喔 保加利亞是騎兵 好我們來看這個33%的攻速加成 這個大肉馬砍得有多痛喔 非常噁心的 好這邊如果有機會回答的話 可以來看一下 跟中央騎士互打 你看這個 中央騎士血量掉的很快喔 肉馬跟中央騎士打 哇 居然還可以反殺一些 明明數量上次輸的 好那保加利亞人這邊 田繼續撒更多 用肉馬就可以淹死對方了 反正對方也不會轉級兵 好火爆這邊輸出 這裡趕快先打 唉唷 巨頭要全倒囉 再一炮 一次三發 哇 舒服了 法蘭克非常舒服 難道是法蘭克人這裡要打贏了嗎 這跟城堡掉 保加利亞人還有退路嗎 法蘭克最後一根城堡在右邊 那目前中央騎士看起來是 保加利亞人還是有優勢 法蘭克人這裡有一絲絲的希望 只要這團火槍能守住的話 他就可以發起勝利的號角 文啊 好那法蘭克人突然這邊 繼續按寫槍兵 突然意識到了槍兵的重要性 三房一點下 OK 這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那這裡就顯得 保加利亞人這邊科技有點不太足的問題 因為保加利亞人並沒有火炮可以出 所以這邊可能會有點挨打 但這邊他也是灑出了更多農田 這裡很多新的田 可以灑出來 農田數來到69 以換肉碼數量的話 法蘭克人一定會換輸的 所以保加利亞人這邊可以稍微利用這一步的矽角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要來直接打出最後的交戰了 直接進城門嗎 好 這裡要打算直接讓級兵先到前方 進城門 但級兵直接低調了城牆 想要來擴散開來 正面的級兵戳掉了一些輕級兵 但左後方的 重裝強行兵也擋住了大落馬的去路 火槍兵在後方輸出 但火槍的確定就是射速慢 正面直接被保加利亞給擊壞 保加利亞的馬陣技術 加上級兵直接搓爛了法蘭克的正面部隊 剩下後面的火槍兵還能再繼續打嗎 這個可能要繼續撤了 這個越要撤越撤越遠 沒有級兵的幫忙 法蘭克打得非常痛苦 對方大落馬攻速實在太快了 瞬間消滅掉了 保加利亞 法蘭克的所有的村民 還有正面部隊 但保加利亞的後面也是背部受敵 上面這邊大量村民直接被塗掉了 保加利亞人這邊要即時反擊可以嗎 好 但是保加利亞目前正面的部隊量還是蠻多的 現在繼續打下去誰輸誰贏還不好說 這邊軍隊投石機能守住嗎 來看一下這邊肉馬 能不能即時砍掉這些重裝騎兵 但是看起來不用看了 對手已經打出了 拒絕 哇 法蘭克打得最後一兵一組 保加利亞也是 兩邊其實都互相傷害 打得確實都不錯 後期保加利亞的馬爭技術 讓他大落馬的加強實在加強態度 甚至可以跟重裝騎士互打的地步 真的是打得不錯 我覺得保加利亞人沒有什麼失誤 唯一的失誤只有後期這一波 但我覺得這一波也比較能失誤啦 畢竟正面在控併的時候 後面板就是很能控得到的 那我覺得他打得已經非常好 這個失誤我覺得是能接受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後方的經濟 經濟是由保加利亞人肉類拿到第一名 這就是我說的有免費科技 並不代表經濟就一定好 這個只有在你基礎的經濟的時候才會好 就是怎麼說呢 你跟沒有經濟加成能比的時候才會好 前期的時候 但後期的話 其實對方有跟你一樣點 這個科技的時候 你的龍的速度跟對方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木頭的話 黃金 都是小鷹 那石頭的話是保加利亞贏了一些些 兩邊都感覺是差不多的 但我覺得一個細節是保加利亞有三勝物 所以達到後期保加利亞的這個經濟 應該還是會比法蘭克再更好一點點 那我覺得法蘭克人這邊最大的失誤 就是沒有把這個疾病給升好 三公三房也比較慢點一下 幾乎打到快50分40分之後才點 偏慢了一些些 或者再早點的話可能會好一點 畢竟你要打火箱的話 最怕的還是這個馬 這個馬騎乘單位 直接把你的火箱給包圍 是你最害怕的事情 那如果你要預防的話 還是要出點疾病 當然也是可以出肉碼去後面騷擾 但我覺得還是要先把疾病這個科技先搞好 再去打肉碼線比較好 這就是法蘭克人會常常遇到的問題 好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